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叫資田季香 如大家所見 我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 我就是現在大部分人嘴巴裡面講的所謂的跨性別 不了解我的朋友可能會覺得 哎呦 怕死 你哪是這個樣子的打扮 那聲音怎麼那麼臭呢 依西記的大概是在 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有這個念頭 就走上這條不歸路 人生就這樣走真了 那個時候做這樣的 性別選擇其實是一個 不只叫做有勇氣 根本就是拿命去搏 我也不能理解為什麼 老天爺會讓我選擇走上這條路 為什麼我要這個樣子 為什麼不這樣子我會不舒服 為什麼 到底是哪裡出問題 不知道 也許他根本沒有問題 過去在跟家人之間 也因為這件事情有蠻多的衝突 也有蠻多的衝撞 他們覺得 男孩子就好男孩子的樣子 看過蠻多醫生 因為小時候父母親還蠻擔心 自己孩子怎麼會變成這樣 奇奇怪怪的 所以後來有去看精神科醫生 醫生沒給我們答案 醫生只叫我媽媽接受他這樣 大家在看待我 其實通常都是充滿著問號 學生實在是過得還蠻辛苦的 最嚴重的巴鈴當然是說被圍毆 一群同學瞧不起我 就在球場上圍毆我 那大家都在笑 很可怕的回憶 課本被人家弄不見 椅子被人家放圖釘 這種事情都遇過 稀鬆平常 其他言語上的更不用講了 罵你人妖 變態 噁心的 怪咖 我也不知道那些 霸凌我的心裡在想什麼 唯有我那群人 在碰到 就好像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 在他們人生中是沒發生過 但在我心中卻一直寄到現在 回首過去一直不斷的 念念不忘在這種事情上 那是弱者的行為 既然我決定自己要出來闖 我只要讓自己變得更堅強 所以我不喜歡往回頭看 所以從小就一直動了念頭想改變 發展整形 國小國中的時候 所以想變性 之所以沒有變性不是 不想變性 而是它改變了我 我想要一個完整的家庭 我跟我太太在一起 真的是一場 意外也是一個奇蹟 每個人都說她是一個偉大的女性 誰能接受自己的老公是 這款模樣 自己的老公比自己太太還漂亮 我太太在我的生活中 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支持的角色 我的個性跟我的脾氣 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所以也吃了很多苦頭 很難有穩定的收入 都必須是我太太在後面支撐 她真正帶給我最多就是 不離不棄吧 一直在身邊相信著你 她不會因為你不順 就拋棄著你 她還是以這個家為最重要的 我爸三不五時就毆打我媽跟我弟這樣 我恨他 真的恨這個字是 非常恨 像一個自己討厭恨的人 很可怕你知道嗎 後來就是無所不用其極想抹掉自己 在她身上的一些痕跡吧 我恨男性啊 因為那時候 霸凌我的也都男生啊 當我有了小孩之後 我成為爸爸了 怎麼樣當一個好的爸爸 這也是一件對我來講 還在學的事情啊 因為女兒才九歲啊 所以 有那麼討厭男性了嗎 其實也沒有啦 在我女兒心中我覺得她 她老爸沒有不同的地方 她老爸也是稍微特別一點 從出生就看到 老爸就這樣 老爸就跟別人不大一樣 可是他覺得自己爸爸很酷 就是比起別人爸爸他覺得 別人爸爸好土喔 還禿頭 爸爸頭髮好多 而且還長頭髮 她也知道我會用我們的方法去保護她 我們很感謝老天爺 給了我們一個這麼完美的女兒 花了很多心思顧自己啊 比方說像身材 就會嚴格要求 在吃上面會比較注意 因為要穿素衣素腹啊 穿非常緊的 是那種緊到會呼吸不過來的 那因為你 被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壓住你的胃的時候 基本上你也沒胃口啊 穿到現在應該已經四五年了吧 呼吸會呼吸不過來 所以要練習自己呼吸 你呼吸就喘沒辦法喘 不能喘呢 其實你呼吸會變慢 從小對於人喔 是害怕恐懼的 是沒辦法跟人正常相處啊 那這樣自己又很特別 很害怕別人看我 在工作裡面其實被排斥 被忽略很習慣了啦 不擅長社交也不擅長交際 也很討厭跟人相處 可是對於跟人的互動這件事 確實憧憬的啦 為什麼你們都有朋友 為什麼你們都 會有人願意把你們當一回事 為什麼我都沒有 從之前工作結束 然後走上講師這一圖 也是朋友幫忙啊 如果你決定要做一件事 你明明知道他會很痛 你也知道你會很不舒服 可是你既然決定要做 你就 啊你就只能忍嘛 我不行我就到中生紀念堂 去練習演講 去練習了一兩個月啊 一開始就沒人鳥我 後來呢 你講的東西蠻有意思的 就在聽 那你發現有人在聽 你就會害怕會抖 手會喘 我太太就跟我講一件事情 她就說 你就把下面人當你行耶 後來慢慢理解說 對啊就是隱形人 你就不要理他們 討厭你的眼神 或鄙視你的眼神 也不會把你害死啊 你不用那麼害怕 別人怎麼看你 很常跟自己對話 一直在跟自己講說 你為什麼要那麼在意這些 曾經會有人講說 即將你是一個反骨的人 我不喜歡被定義 我覺得 就像學歷定義了我是誰的時候 那我在別人心中 就只有這樣嗎 我不甘心 所以我學設計我學企劃我學行銷 然後我去上課學經營管理去EMBA 甚至現在考博士班 那你就發現會了 得到最多是自己 人在逆境中 只要沒有選擇放棄 自然真的會找到自己 能走的一條路 我瞧 我已經不觀察了 你pointw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